2022年有一场环太平洋军演在美国夏威夷积极的开展 那么这场军演由美国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多过的海军 联手集成靶剑的画面震撼各界而且引发联想 因为靶剑是美国七年前退役的护卫舰戴维斯号排水量有4200论 它跟中国在90年代中期开始服役的052型驱逐舰相当的类似 052型的第一艘军舰哈尔滨号曾经搭载美国制的涡轮机 所以这次集成靶剑各方认为预告意义重大 美方强调环太平洋军演是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是太平洋司令坦诚五年之后如果台海一旦有事 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最坏情况的可能 26个国家38艘军舰4艘潜艇30多个无人载具 以及2.5万名各国军官共同参与的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 正在美国夏威夷如火如荼的举行 为期一个多月的演训今日来到高潮 在美国、澳洲、加拿大与马来西亚等多国海军联手下 这艘排水量达4200吨的靶剑被集成 并坠入将近4600公尺深的太平洋海域 在这场沉默演习中美方派出F35战机投弹 加拿大军舰则是发射两枚鱼叉飞弹 马来西亚军舰也发射法国研制的飞鱼反舰飞弹 被集成的靶舰则是7年前退役的美国派理级护卫舰 戴维斯号 官方16号释出的影片中 清楚看到各国军舰精准击重舰身 不但冒出浓烟 船舰更开始倾斜 官方声称演习的目的是要加强针对海上目标的战术 定位和实弹射击能力 这次被集成的靶舰排水量与中国1990年代中期 才开始服役的052型驱逐舰类似 而且052型首制舰也就是弦号112的哈尔兵舰 更曾使用美国制造的涡轮机 这一次环泰军演选择戴维斯号当靶舰 不免引发外界联想 尽管美方强调环泰军演并不是针对中国大陆 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也坦言 环泰军演确实聚焦在未来的潜在冲突 包括2027年的台海情势 若台海有冲突爆发 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最坏情况的可能 今年环泰军演尽管台湾并未获邀参与 但美国众议院14号通过的 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中 再次支持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泰军演 属于国会建议性质的内容 但是到底是否要邀请台湾参加环泰军演 其实还是很多时候是一个政治的考量 今年的众院版国防授权法 还纳入被称为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的修正案 表明要强化台美伙伴关系 前英国首相布莱尔16号则在伦敦迪奇利庄园内发表的演说中 公开指出 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将会来自于中国 而不是俄罗斯 因此布莱尔呼吁西方国家要团结起来 发展一贯的策略来应对中国崛起 至于刚就任菲律宾总统的小马可氏 上任后一方面就南海争议公开与北京对象 另外一方面对于前任总统都特地任内 因为中方无理由搁置而变相撤销的铁路贷款 小马可是也表态要与中方重新谈判 2018年都特地为了能取得中方贷款 以搁置两国长期的南海主权争议作为交换而签订 然而当非方要求中方按协议提供49亿美元贷款时 中方却以读不回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7号则发声明表示 中方对于铁路等基础设施合作持开放态度 愿与非方继续磋商 协助盖铁路或高铁已经成为中国近年 与东南亚国家间的主要合作项目 包括辽国印尼与泰国都正在与中方持续进行相关合作 这一次菲律宾选择在表态维护南海主权的同时 把两国的铁路合作推上谈判桌 借机增加筹码的意味也不言可遇 TVBS新闻综合报道